大哥 怎么办 七主醒来以后肯定会打死我的 别怕 人是我推的 要打也是挡我 先别起人要天了 人还醒不醒得过来 都是个问题 这是哪儿 七主 你醒来 七主 是我动了手 与小弟无关 要打要发冲着我一个人来 你们这是做什么 还有 什么七主 你们在说什么 这是哪儿 七主 你不记得了吗 我应该记得什么呢 所以 这里是女尊国 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富郎 那我以前都怎么称呼你们的 大傻个 七主从前总叫我大傻个 那你呢 不由平安 那你呢 死瞎子 草孽呀 我 宁婉婉 一招猝死 穿越到女尊朝来 在这里啊 女子急急之前 必须取买三位富郎 若是侍林当年仍未取买 则会有当地府衙亲信分配 好消息的是 作为母胎单身的人 不用再担心打工了 怪兽的就是 我穿来的圆主 是个除了吃喝嫖毒打富郎以外 啥都不贵的辈子 简称烂人一路 于是 在原主一系列不做人的行为下 现在的撒谷父郎都对自己百分的语气 那个 从前的事我竟然已经不记得了 那咱们就重新认识一下吧 我叫宁婉婉 你们叫我婉婉就好 哎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以后生活在一起 总不能一直叫 外 这个 那个的 更不想像从前一般那么巧 赵子恒 孟寻 赵子求 子恒 孟寻 子求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坐那么远干嘛 回七主 以往我们都不可以上桌吃饭 为什么啊 七主说 男子上来周见 是不可以与七主同时吃饭的 还当一夜没睡 却深妙心